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没有那么散乱 比如说你这个不散乱的时候 比如说我过去经历了好多 一般我们也不会说是 但是经历很多 就是有这个病 心里边老是挂癌 先把这些挂癌放下 放下 因为我们人生老病是佛说 每个人都会 只要是个人我们都可能这个病 那个病我也会不舒服 只要你的身体上没转化完 就算你修很多年 你的身体气脉没转化完 你也会得病的 因为毕竟是个机器 它这个肉体它还来手往的 有七情六欲的 它特别要受伤 那就是这个病就是在这里 那我们就治 不管西医中医 我们边治边学佛边修行 有时候修行有功夫 功夫很好的话 有些病就可以自己挑过 但是有些病 一个是这个事件的 就是三维的 比如说吃坏肚子了感冒了 或者是很多三维的这种 还来俗往的病 这种病呢就是治疗起来 这个事件的药物很多就很起作用 还有一种病是心结 就是说心里边受到伤害了 然后在气脉就堵上了 那个心结打不开的话 那个病是好不了的 就会成了说是 哎呀这个完结 老是治不好 好像要不起作用 其实是心性的原因导致的 这个就是调心了 我们心结放下了 把那个心结打开了很多 这个就有很多人不是说 从心理医生 从心理脚 以前有个王凤仪讲病啊 或者也是从心理上去聊 那很多人都很难采的 比突然就好了 这也是一种 就是它是病是分很多种的 还有一种的是因果病 就是说因为苏世啊 我们就是一些 比如说有这个世界有很多 比如因为堕胎啊 或者因为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就是有些因果的 这个就是有些沙叶在里面 那么这些沙叶 但是堕胎不一定有的是沙叶 也是一些情感受阻啊 因为堕胎是一种情感被拒的感觉 或者是就是 确实有沙叶在里面导致的一些疾病 这个治疗起来也是 哎 也是有一些也是比较难治的 老师就这样子 你讲堕胎的事 这一点我是很严重的 自己就过了四个 别人都不知道我又带他去 那没关系 因为这个堕胎是一个 在中国是比较 因为 中国计划生育嘛 是吧 当时当年你就不能生嘛 但是如果你的避佣措施 又在家人嘛 你避佣措施做得不好 你可能会怀孕 很容易怀孕 那这个堕胎的中国女性里面 是比较普遍的 哎就是 但是毕竟这个情况呢 它是一个 就是 它在胎儿来说 有的胎儿也不是说胎儿悦恨 因为它是一个情感必剧 就是说 胎儿来投胎 或者是说我们要怀孕了 那是因为爱的结晶嘛 但是我们拒绝 就是把它推出去了 推出去 这样呢 时间久了 供业导致呢 就会出现一些千摘啊 洪水啊 台风这些 但是呢就是 对自己的话 如果你在情感上 你要能放得开 这个壁具也不会 就说这个阴在那儿 它也不会形成果 就是如果你自己在情感上 不能宽容别人 伤害你的人 比如说你去多胎儿 等于是你把胎儿削出去了 它也推出去了 等于那个胎儿要爱你嘛 它投胎过来 然后你不要它 推出去了 但是如果你能够原谅这个世界的 对你的情感有伤害的 比如说有的也会把你推出去 是吧 比如说你去很爱一个男孩 男人啊 那这个男人说我不爱你 我又爱少别人了 等等 那么你的心里是怎么想的 如果你能快容了解 那那胎儿也能了解你 是吧 这是一样的道理 是吧 所以如果自己情感上没有情结 自己的情感上是很坦然的 或者是很释怀的 对每个被爱与爱呢 都坦坦荡荡的 都觉得 那你不爱我 那你用你的苦衷 可能你用你的英语 可能你背上你喜欢的语 或者是你今天喜欢爱我 可能就像你今天喜欢吃青菜 明天喜欢吃萝卜 是吧 你知道这个世界的爱情 或者有些东西 它的无常的时候 你不再憎恨了 就是憎恨了 因为 它有些人的情不自禁 它也 它是控制不了的 是吧 它有的人突然就卸在某种情感里面 无力自拔 这个你 你说你宽容不宽容 其实它也陷进去了 所以情感这回事 你要看不透的话 你一定会受伤害 如果你看透的话 你就会慈悲宽容 到不是说那个人 他今天爱这个 明天爱那个 他真的是对的 不是他对 是他的情感 就是在这方面 他控制不住 他是虚控的 或者是 他会情不自觉 因为感情不是一个 东西说拿就拿说放就 但是有些人 他会变 就是变得很快 就是如果在这方面 如果你能够坦然的话 有多胎 很多的音乐 就不会成熟 它的果就不会成熟 所以你去心里边去 开始去想 不管亲情有情爱情 去情上 去原谅那些拒绝你的人 原谅宽容那些 对你有伤害的人 如果在这点上 你释然了 那用所有的 你堕胎这件事 可能也会释然 他们就解开了这个解 我就说 我就是说 你现在修行 就要从这些方面 去入手去 因为我们有病嘛 有身体 你就找到 我的病根在哪里 还有这就是 这就属于英国那边病了 但还有一种就是 比如肤体里的 孩子里的病 也有 但是就是说 有的是附的一些 是说 素肌野怪这些 也有肤体 虫子动物的 这种 也会得一些 莫名其妙病 但是所有的这些 都在你心无挂矮的过程中 会逐渐消失 心无挂矮 所以你要修 念佛 念佛 一心念佛 心无挂矮 这也是修正 这比你盘腿还厉害 你说我盘不住腿 好像我会落在别人后边 人家都会双盘单盘 但我盘不住 你要在刚才这些事 这些事上能够释怀 我相信你不盘腿也会解脱 也会 困难 还有一个老师 就是说 我这样子静静 静静 坐在那里 一直在病的时候 以后如果气脉打开了 这个病 会会好 这前身到空 这前身到空 是 气脉打开当然会好 这就是我刚才 为什么跟你说 病有很多种的 如果是支持 这个三维角度的 我们人力的吃了拉脏 甚至导致的病 就是说 海莱淑瓦中疯了 或者是中疏了 或者吃坏肚子 那这世界的药就治了 就吃几个感冒药 吃几个肚子 这个世界的药就够了 就是看你是哪个维度的病 你得的是因果病 还是心结 如果你是 你刚才说的这些 我相信因果的心结都有 还不只是这个世界 吃了点 吃了点饭 坏了肚子 是吧 那情节这一块 你师父在这方面 有一些生没在内心的 就是一些东西 觉得 或者是当别人一句话 比如说我们 当我们病的时候 其实佛学是什么 当我们身体越不好的时候 越烦躁的时候 自己越陷入低谷的时候 越病的时候 身边的人如果伤害你 一定很宽容忏悔 因为那真的是 如果是翻过来一下 真的帮你消炎 但是我们一般人是 我身体今天还不好呢 我还烦呢 你竟然来烦我 是吧 我高兴的时候 你烦我 我还能承受 我今天这么难受 你一点不可怜 我知道吧 你对我都没有任何 什么 你反而更 更对我这么差 你反而更 就伤害我 你这不是想要我死吗 是吧 你这样一想 完了 你真的会被他气死的 但是如果你 你翻过来想 我今天得了这种病 不管他是来自于哪里 但是把身边所有人 对你的过去的 或者现在的 当然他们也不会拿的 说多伤害你 直端的 就像在地狱里拿 刀子搁你啊 伤害你的性命 是就身边这些亲人朋友的 他的一句话 一个言行 或者是他做的一件事 你发现你受伤了 那个时候宽容他 就谅解他 就觉得 忏悔自己 就说 如果我看到 他伤害我了 这件事 就说我觉得他伤害我 那是我自我 我都我执在这儿 那我静下心来忏悔 休忏悔 念佛号 这就把他转过来了 这种转是需要 真的力量的 你就把自己的病转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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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